张艺谋导演前不久在采访中表示 好剧本实在太难得了 言外之意就是电影界原创能力的缺失 以及好故事的匮乏 那么到底有多匮乏呢 这么跟你说吧 匮乏到一个好故事要拍三遍才过瘾 再让了17年 一部小成本西班牙电影 看不见的客人登陆内地院线 而就是这样一部没有巨星成本低廉 甚至全片的场景就只在几处来回切换的电影 却造成了轰动效应 口碑爆棚 某半评分一下冲到8.8 原因就是他的剧本实在太好了 看不见的客人讲述一名事业有成的公司老板 被卷入一起密室杀人事件 种种迹象都表明他就是凶手 但在与其律师交流的过程中 他却坚定地表示自己并非凶手 而他之所以会出现在那里 是因为另外一起青年失踪案 他与密室中死去的女子是情人关系 在一次秘密出行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起车祸 撞死了一名驾车的青年 为了隐藏这起车祸 两人合谋将青年连同汽车推进了河里 然而还是留下了马脚 就这样 他们被一条神秘的短信叫到了案发的酒店 才有了后来的密室杀人事件 为了脱罪 这位老板和律师商量出了一个完美的方案 将这两起案子联系到一起 让受害者变成凶手 彻底洗清老板的嫌疑 而就在老板认为万事俱备的时候 最大的反转到来 他面前的这位律师竟然有着另外一重 令他震惊的身份 他就是那个死去青年的母亲 看不见的客人精彩之处 一是重重反转令人意想不到 不到最后一刻都很难理清故事脉络 及剧情走向 二是影片的细节十分考究 许多不经意的小物件小动作 都能在最后起到作用 让反转来的真实可信 能够自圆其说 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 在2018年被翻拍成了意大利版 这版翻拍可以说是1比1复刻 几乎每个镜头逐针还原 而即便是这样 依旧得到了7.3的不错分数 可见这个剧本之精彩 而到了2023年 国产的翻拍版又要来了 即将于12月8日上映的电影《满天过海》 就是翻拍自西班牙版的看不见的客人 但相比于意大利版的逐针翻拍 国产版做了更多大刀阔斧的修改 最明显的就是将主人公的性别做了对调 原版的男老板变成了张军宁饰演的富婆 女律师变成了许光汉饰演的贪婪警长 老板的情人则由影证出演 原片中掌握终极秘密的死者母亲 由慧英红出演 不过在本片中 他的身份及作用应该也有变化 否则不可能是许光汉出演警长 还有就是故事背景又毫无意外地被搬到了东南亚 除此之外 整部电影的结构和原片就别无二致了 当然 翻拍作品并非全部都是东师笑评 也有改编的很成功的案例 但本片的编剧履历 着实让人不太放心 在某半上 他之前的作品共有两部 分别是评分4.8的新画皮 以及评分4.6的村里有情况 水平相当稳定 不过 看不见的客人原版剧本这么好 招包画虎可能也不会太烂吧 满天过海的演员阵容还算是让人有所期待 至于最终整体呈现的效果 只能助电影好运 以及观众好运吧